最近这两天,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发布公告将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3年的2月2日货之后。 这两家大国企在纽交所退市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美国股市上就一家都没有了。 其实,早在去年8月份,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旅业、上海石化五家国企就同时宣布从纽交所退市。 是的,过去几年之内,大量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全部的中国国企都和美国资本市场说再见了。 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人家选择在哪个证券交易所上市或者退市,一定是从自身发展考量的。 据这些大国企称,他们在美存托股份的整体占比以及交易占比都非常小,融资功能是有限的, 而且,他们几乎从未在纽交所进行过再融资。 但是,你要维持在美上市公司,却要付出较大的行政负担和成本, 所以综合评估之下,决定从纽交所退市。 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一家企业要选择在一家交易所上市, 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融资。 由于各种原因,上市以来,这些大国企在纽交所从未有再次的融资。 而由于你在这个交易所上市,你就要花很多钱。 你要请人家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每年给你做报告, 还有相关的行政人员办公支出,零零总总加下来,这不是一笔小钱啊。 对于这些大国企而言,现在在纽交所继续上市有点鸡肋啊, 失之无畏,弃之可惜。 更关键的是,大国企的融资能力非常强, 既有大量的银行愿意把钱以非常低的价格借给他们, 而且他们也可以选择在香港,在新加坡的股市上市。 现在这些大国企都不是只在纽交所一家上市的, 所以选择退出,从经济层面上考量,这是核算的。 然而当然,我们也非常清楚,一段时间以来, 大量的中国企业从美国退市,这也绝不只是经济层面的考量。 2016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 他就采取了许多对中国企业打压的政策。 是的,过去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势崛起,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了, 中国终有一日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 虽然人均上我们还没有它那么富, 但是从国力上,我们已经可以和美国抗衡了。 尤其是,把戴了一百多年的世界第一的帽子送给中国, 很多美国人是心有不甘的。 所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他们都在想尽办法来延缓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 特朗普那边认为,过去很多年, 中国赚了美国人很多钱, 大量的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 美国的生产线反而要迁到中国, 美国的工业被掏空了。 所以,特朗普用比较简单粗暴的加关税的方式。 但是很显然,这个方式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 民主党的拜登上台之后, 实际上虽然他和特朗普是死对头, 但是在中国问题上, 他却保持了和特朗普的一致。 那么多经济学家警告拜登说, 过去两年,美国的惊天通货膨胀很难平抑下来。 在美联储联系多轮加息之后, CPI指数才有了那么一点点下降。 可是如果拜登把特朗普强加给中国商品的关税降下来, 很有可能美国CPI指数会有一到两个百分点的下降。 然而,时至今日, 拜登还是不敢有所动作。 他可能也忌惮, 如果他把这个关税降下来, 那么在美国国内会有大量的人指责他是亲中派。 而实际上, 民主党做起事来比共和党还要狠。 比如说, 从技术层面上讲, 两年多之前, 美国就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 根据这份法律啊, 在美上市的几乎所有公司, 你在三年之内都必须把你相当多的公司机密披露给交易所。 而如果届时不披露的话, 那么有超过一百七十家中概股公司面临被摘牌的风险。 可是我们知道, 这些年来有大量的中国企业赴美上市。 这其中既有龙头的国有企业, 也有非常多的新生企业。 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在中国经营, 在美国上市。 他们的不断成长是可以让美国的投资者分享到的。 我们固然在美国市场融资拿到了人家的钱, 但与此同时, 美国的投资者也可以分享中国企业高速成长带来的投资回报。 但最关键的是, 这些企业有很多是涉及民生的, 他们正常的运营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数据, 那都是关乎全体国民福祉的。 这些数据对我们来讲是至关宝贵重要的, 可是如果按照美国的要求把这些数据披露给美国人, 未来对我们是存在风险的。 可是如果你不披露的话, 对不起, 未来不需要你动手, 人家可能先把你的牌子摘下来。 所以很多国企干脆先下手为强, 主动的从美国退市。 按照我们刚才的讲法, 实际上本来在美国上市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就已经是个鸡肋了, 那么美国政府的相关做法就干脆推了我们一把, 彻底分手算了。 本来大量的中国企业在美上市, 这是一个双赢。 大家想一想, 过往十几年间, 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如火如荼的发展了起来, 很多企业都获得了跨越式的成长, 这是因为在最初他们就拿到了大量的资金。 以前的节目我们就说过, 中国消费者对于价格是最敏感的, 因此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其实套路都一样, 那就是拿钱砸, 以近乎免费的方式在企业发展的最初大量的吸纳客户。 所以最初你看一场电影, 几块钱就可以, 点一顿外卖花不上十元, 打个车甚至一两块钱就可以搞定。 企业在发展前期是愿意花大头钱, 大量的贴补来吸纳最初用户的, 那么这笔钱谁来拿? 很多企业一开始就能拿到大量的风险投资, 继而ABCDEF轮融资量越来越大, 可问题是大量的投资者不是来做慈善的, 大家投资的原因是将来是会有一个接盘侠的, 将来是不断会有下一轮的投资而最终上市的。 根据我国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你这个企业要在我国上市, 你是必须有盈利的。 有的企业说我现在这个前景很好, 我已经垄断了市场, 但是由于前期我花了太多的钱, 所以这两年我一定是亏损的, 那对不起, 你在我国境内就不具上市资格, 而在美国是可以的。 所以大量的初创企业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规划, 几年之内我要融资多少轮, 我要占领多大份额的市场, 继而我最终要在美国上市, 然后此前所有人的投资者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我也因为上市融到了更多的钱, 巩固一下我的市场地位, 最终我这个企业在市场上就立得住了。 当然也有立不住的企业, 前期的投资花光, 留下一地鸡毛, 但也确实有大量的互联网企业, 循着这条道路最终真的上市成功成了本领域的巨无霸, 现在人家活得还非常好。 所以在美国股市上市,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是实现本企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 当然,不只是中国企业占到这个便宜, 美国投资者又何尝不是呢? 这些年来, 美国人是越来越不愿意干脏活苦活累活了, 大量的制造业迁到国外去, 虽然特朗普希望他们回来, 可问题是美国希望躺着搞高端服务业和金融业就把钱赚了, 但是你的金融业是需要有好企业支撑的。 中国这么多优秀的国有企业互联网大公司在美国上市, 就等于说给了美国投资者一个机会, 他们可以用钱来投资中国企业, 继而分享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迅速成长, 给他们带来的高回报。 这绝对是双赢啊, 我们知道美国人是极为重视他的股市的, 美国大量中产阶级把他的退休金投资于股市, 以便未来退休之时能有一个稳定的养老金收入, 所以历届美国政府都非常看重美国股市的稳定, 然而美国股市的繁荣是需要有优质企业注入的, 是需要有大把企业在美国上市的, 而过往十年二十年间, 中国优秀企业确实起到了繁荣美国市场的作用, 然而从现在开始, 这样的好日子, 这样的双赢结局恐怕会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人越来越担心中国经济的发展, 所以他们要想尽方法的刁难我们, 不但刁难你的在美上市公司, 也要打压你的高科技公司, 不许你的企业在美国发展, 也不许把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 这不就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决策吗? 是的, 历史有时候倒转回来了, 当美国感觉到中国经济发展是个威胁之后, 他就只能想到这些一百多年前我们用过, 然而失败的招数, 大家可以想见一下吗? 中美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然而向来以金融业繁荣发达著称的美国, 却在拒绝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量企业, 到它那个市场去帮助它繁荣, 反过来讲, 这几年以来世界风云动荡, 尤其是近一年以来的俄乌战争, 更让我们感觉到了未来世界经济的不稳定, 美国人是可以不遵守他自己制定的规则的, 一夕之间, 美西方把超过六千亿俄罗斯的海外资产通图没收了, 不管是国家的还是企业的, 还是个人的, 甚至现在就有很多人发出动议说, 俄乌战争还没结束, 但是能不能把扣押的这些俄罗斯资产, 统统交给乌克兰, 用于乌克兰灾后重建呢, 甚至连百多年来的中立国瑞士, 在战争刚开打之初, 都要把俄罗斯的资产查扣了, 不是说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吗, 但是美国人能进, 在这个状态之下, 越来越多的国家真是要考量自己的海外资产了, 毕竟大家买了大量的美国债券, 而且把大量的黄金存放于美国, 甚至还有很多国家的企业是在美上市, 在美国拥有大量资产的, 从这个角度上讲, 很多企业要未雨绸缪, 要进行自我保护, 那么从美国退市, 也就顺旅成章了, 只不过失去了大量中国企业的美国股市, 它还能蓬勃发展吗? 赵吕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